歡迎收聽《紳士各聽新聞》 我是威廉 中國各地城市針對電動自行車的執法日益嚴苛 駕駛者每每被罰錢甚至被沒收車輛 近日廣州市頒布新規嚴管電動自行車引發強烈反彈 很多廣州年輕人改成電動輪椅上街 這個現象引發熱議 綜合網絡上的信息顯示 連一來大量年輕人坐著電動輪椅 穿梭在廣州的馬路上 有些上下班 有些去逛街吃飯 還有人刻意坐著電動輪椅乘搭地鐵 更有人號召一同在路上賽輪椅 有網民表示他們之所以改成電動輪椅 是為了規避7月1日起對電動自行車的嚴管措施 因為交警不會管電動輪椅 而且坐電動輪椅既不用戴頭盔 又不用找停車位 也不會被限行 很方便 廣州市在7月1日頒布的新規規定 電動自行車不得裝設後視鏡 不可以搭載高於120公分的兒童 新規要求電動自行車必須領取車牌 配戴安全帽、過斑馬線、落車推行 以及限速25公里 部分路段、特定時間禁洗等等的措施和罰則 新的法規遭到民眾抨擊甚至有人號召發動千人抗議 但隨即遭到官方的維穩而未付諸行動 中新財經報道由於廣州的上述新規帶動電動輪椅熱銷 2023年上半年電動輪椅的成交訂單年增率高達60% 在電商平台上 部分電動輪椅以性能強大、爬波能力強、減震等等 好賣點進行宣傳 根據商家的介紹 電動輪椅屬於醫療器械 一般的輪椅車行洗速度是每小時1.2至6公里 可以提供5檔速度隨意調節 其中每小時最慢是1.2公里相當於老人的散步速度 最快相當於一般人的小跑速度 中共央廣網在7月9日也發文引述 交管部表示 目前納入交管規則管理的只有殘疾人機動輪椅車 俗稱殘魔 這類車主要以汽油作為燃料 需要進行登記 電動輪椅並不屬於交通工具 因此並不會按照機動車和非機動車 進行管理 北京市經司律師事務所合夥人李保蓮律師表示 健康的人也具有坐電動輪椅出行的權利 這種出行的方式 只要不對其他人造成妨礙 就不屬於違法行為 中國年輕人搞軟對抗 坐輪椅上路的情況在網上引發了討論 微博網友 《御視在野》說 其實這幾天的新聞還挺特別的 也都是部分人無奈之舉 因為前不久廣州發佈了電動車新規 可以放棄了電動車 又應該選擇怎樣的出行方式呢? 一般人覺得反正都是代步工具 也都是選電動輪椅呢? 我不認為有多少年輕人真的有內心長期 將輪椅作為交通工具 畢竟太慢了 如果住得比較近都會好些 網友李白均說 聽說某一線城市大家都騎電動輪椅上班 是因為禁止電平車 如果是真的話那就真是太魔幻了 我想不出有什麼理由禁電平車的 大家幫我想想 網友徐志祺說 看到坐電動輪椅上班的宣傳短片 感覺好像是提前退休 網友洛康浩酒說 各地電動輪椅熱賣 原來是要歸功於電動車的新規定 歸功於交警大隊的認真執法 吹傷了電動輪椅的市場 估計電動輪椅的商家 做夢也不會想到 他們會因為電動車的新規定趕貨加班 網友康斯坦丁說 其實對於電動輪椅大多數人只是出於新規 體驗一下 真的要拿它當作正經的出行工具 還是有些很不方便和限制 就如有人說 不考慮年輕人的收入和消費能力 能不能買得起房子、買得起車 年輕人騎了兩輪電動 結果禁了摩托 禁了兩輪電動 消費不起就買一個殘疾人用的電動輪椅 來代替的調述 這個也讓一些電動輪椅廠家看到了相機 開始借勢宣傳 如果當大家都選擇坐電動輪椅出行 那不是年輕人病了 而是整個社會病了 這個不是社會的悲哀嗎? 網友紅陳之連說 坦誠地說 這個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鼠頭鴨撥事件 年輕人坐電動輪椅上班 保心收橋反而受罰 太多的反常事件令人目不下接 川大淚事件 政法學院正義者退學事件 忠忠健健告訴我們 不是人變了而是社會病了 網友有為無為彭大為話 誰把年輕人搞殘料 電動輪椅是中國大陸各地 是非常普遍的交通工具 目前各地對電動車的管理 一般是以省市為單位進行管理 除了廣州 7月1日山西省晉中市也正式開始 對電動輪椅進行管理 要求電動車上路必須上排 車主必須要配戴安全頭盔 同時不能違規載人等等 如果是違規違章 處罰標準也很明確 湖北省十遠市發布的電動車聯合整治方案 規定7月1日起 城區禁止違標電動自行車上路行駛 香港信報7月10日有專欄文章表示 大陸當局對電動自行車執法 提出的理由是加強交通安全 但被懷疑是為了補貼財政 在抖音Billy Billy的短片播放平台之上 電瓶車執法成為熱門的池圍 不少網民嘆自己每個星期被罰款幾次 每次數十至數百元人民幣 年輕人改坐輪椅 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規避 罰款危機是無奈的權宜之計 文章指出 除了電瓶車近期中國不少領域都面臨 罰款負擔越趨沉重 涵蓋生產、零售、民生等等的層面 尤其是經濟壓力越大 財政赤節越嚴重的省市 罰款力度也越大 例如依據財經雜誌統計 廣西吳州市去年罰款收入 佔總財政收入29.8% 意味著政府接近三成的裁員依賴開罰單 個別城市甚至將公務員的薪金和獎金 和罰款掛勾 官員們便相靠罰款出工資 以上的節目內容取材自大紀元記者 林海忠的綜合報導 今次的《紳士閣聽新聞》就說到這裡 請大家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粵語版部分內容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大家多多支持 今次的《紳士閣聽新聞》就說到這裡 請人的《紳士閣聽新聞》就說到這裡 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來吧 請大家多多支持